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跌74点来开出 最低点出现在上午的9点26分 来到14888 那么最高点呢 出现在今天下午的1点18分 来到14987 整个震荡区间仅仅只有99点 而现货的成交量更是一口气啊 只剩下1714亿 那么今天我们下的标题是什么呢 叫做立竿见影 各位投资朋友 为什么老师今天下这么一个标题 我们可以看到 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美国劳工部公布了7月份 这个美国的最新的非农就业数据 事实上呢 是远远优于市场的预期 可是美国股市却出现了 所谓利多不涨的情况 纷纷三大指数是出现一个 拉回整理的格局 那么也使得礼拜五的时候 台子的夜盘也跟着回档来做修正 那么接下来我们都知道 市场上传出这个共军的军演 即将要再度的这个延长 那么在不确定性笼罩的情况之下 使得今天早上台子一开盘 往下跳空就失守了 15000点的心理关卡 那么今天失守了 15000点的心理关卡之后 我特别去看了一下 目前市场上 包含是网路上还有电视上 有很多的老师 不断的在喊多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明明整个行情是下跌的 虽然这些喊多的分析师 基本上不外乎两种情况 第一种它就是怎么样 比照美国股市现在的位阶 我们都晓得 美股最近不断的在往上盘涨 那么比照美股的位阶 现在台股应该来到什么样的位置 很多人是用这种方式 来看多台北股市 那么另外最多的就是第二种 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 有互盘的力量在市场上 当然对于整个行情 带给市场上有相当大的信心 可是 股票老师可以给你未来的愿景 可以告诉你 接下来三个月半年 行情可能会怎么样 但是对于做期货当冲啊 我们要的不是未来的愿景 我们要的是立竿见影 我们要的就是能够掌握到 当天的盘式结构 能够想办法把当天的行情变钞票 这才是每天我们最重要的功课 那么像今天的行情啊 我们可以看到开盘之后 瑕浮震荡的格局 整个震荡区间仅仅只有99点 今天很多人啊 在盘中我相信 看盘看到最后都觉得 完全找不到任何切入的空间 但是事实上 如果你能够找一步分析 今天整个盘式结构 你就有机会能够赢在起跑点 怎么样能够了解 快速掌握今天整个盘式架构 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透过老师平常 跟大家讲的这个 简单却又非常实用的看盘口诀 就是呢 稳盘靠现货 公式看期货 各位投资朋友 今天早上呢 还原除息印象点数 大概是不到一点 那么呢 把这个点数加回到大盘里面去 我们把大盘的指数 跟台指啊 做一个比较 你会发现到 今天台指在早上的时候 跟大盘呢 两个跌幅是非常的接近 那表示呢 今天盘中啊 多空力道啊 并不明显 没有非常明确的 多方占优势 或是空方控盘的格局 那么再加上 早上整个成交量 大幅度萎缩的情况之下 使得波动率很明显的下滑 往往呢 遇到这种情况啊 行情很容易陷入所谓的 霞幅震荡的格局 那么呢 虽然今天是霞幅震荡的格局啊 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你能够找一步知道 那么甚至能够掌握到 主力开盘之后的一个多空动向 在一开盘的时候 跟着进场 事实上虽然这么小的区间 你还是能够掌握到胜利的契机啊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天整个盘式结构 事实上我们在开盘之后 短短的几分钟啊 就已经了然于胸了 我们就来看到 今天早上开盘7分钟 早上9点07分啊 老师透过台指 前5分钟的成交量 大盘开盘的成交量 期限或价差的变化 还有老师这20年来的实战经验 给会员朋友 第一手的分析报告 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天第一手报告 首先呢 台指今天开盘 前5分钟是成交了 4748口 是小于过去5日均量 5347口 而现货的开盘量 更只剩下71亿 也很明显的 小于过去5日均量的多少 79亿 所以呢 还原今天除息影响点数 大概只有一点 那么期限或跌幅相近 多空力道并不明显 而且呢 期限或成交量偏低 波动率下滑 今天盘式啊 震荡偏弱 所以各位同志朋友 如果在今天早上一开盘 你就知道 今天是一个区间 霞幅震荡的格局 而且呢 能够在第一时间啊 掌握到主力开盘的 多空动向 各位为什么不断要在讲 不管任何的行情 其实呢每一天主力 他一开盘啊 他都会建立他的第一手的仓位 如果你可以知道 他一开盘做多还是放空啊 这时候你跟着一起进场 自然你的胜算 就能够大幅度的提升 那么怎么样 有办法能够知道 主力开盘做多做空 很简单 就是透过我们每天早上 所公布的什么 预估开盘价 你可以看到 今天早上预估开盘价是 14951 而这个预估开盘价 是每天早上 台子8点45分开盘 我们在开盘之前啊 就已经系统先算出来 今天台子应该开在 这一个价格 这才是一个正常的情况 那么透过这个预估的开盘价 跟实际的开盘价 一做比较 马上就知道主力开盘是 做多还是放空 我们就来看到 今天早上啊 会员所收到的这个截图啊 今天是几号 8月8号 光束指标的预估开盘价 是14951 那么呢 实际的开盘价是多少 14937 所以呢 实际的开盘价 比预估开盘价来得低 这就代表啊 一开盘 各位一定要记得 散户都不会做开盘价 大家都是要等到啊 看了一段时间才会进场 会一开盘就进场的 都是主力跟大户 这时候就是因为 主力大户一开盘做空 才会把开盘价往下压低 所以呢 出现这种实际开盘价比较低啊 低于预估开盘价 表示主力开盘做空 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所公布的时间点 8点41分啊 我们绝对不是事后诸葛亮 都是在开盘之前 就已经先公布了 所以呢 我们的会员 知道了今天的预估开盘价之后 等到实际一开盘 所以一秒钟之内 就可以知道主力做多还是放空 这个时候 当然跟着主力准没错 我们再来看到 既然知道了啊 我们的一个预估开盘价 那么实际的开盘价是多少 8点45分 刚刚讲过 14937 所以呢 一开盘 我们第一笔单 做空单 那么接下来你可以看到啊 这边啊 总共一口单下来 这边有49点价差的空间 今天上下震荡啊 上面大概是 从开盘价往上50点 从开盘价往下也大概是50点 所以呢 今天就在开盘价 上下50点之间震荡 那么呢 今天只要你在开盘的时候 跟着我们一起来做空的话 这边一口单下来 各位 这边就有49点的一个获利的区间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除了除此之外呢 我们看到 每天早上开盘之前 我们会公布一个预估开盘价 等到真正开盘之后 我们同样会发送讯息啊 来提醒会员朋友 到底开盘要做多还是放空 所以呢 8点45分你看到啊 起子开盘价附近 直接试价做空 这就是我们的开盘光速指标 多空光速指标 大数据运算 领先全市场 开盘就出手 让你在起跑点 早上5点 台子夜盘休息了 6点一到 每股期货开始起跑 7点半 日经动起来了 8点整 韩股也跟上脚步 透过小稻穷 小S&P500 小纳斯大克 日经 及韩国股市 在台子8点45开盘前的涨跌幅度 及近期与台子的联动性 加以计算 就能得到台子在8点45的预估开盘价 若实际开盘价大于预估开盘价 代表开盘有明显多方力道进场 当天盘式通常上涨机会大 若实际开盘价小于预估开盘价 代表开盘有明显空方力道进场 当天盘式通常下跌机会大 市场真正领先指标 开盘就知盘式强弱 所以我们的光速指标是市场上 真正唯一的领先指标 只有我们有办法在一开盘的当下 马上掌握主力的多空动向 而跟着主力准没错 如果你想要比别人更早进场 想要赢在起跑点 只有光速指标才能够达到你的目的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每天早上最重要的时候 就是一开盘 只要开盘的时候你做对方向 接下来各位 当然你在操作上就会非常的顺利 我们都晓得做当中 最怕是第一笔单做错 如果你第一笔单做错 后面的节奏整个就会乱掉 如果你第一笔单做对方向 接下来各位 当然你就能够操作得非常的顺手 所以如果你想要每天早上一开盘 就能够掌握主力的动向 光速指标一定是一个最好的参考工具 至富的路上霸气相挺 8月5号到8月19号 越早加入赚越多 夏里克布达02-2542-8999 2542-8999 除了早上9点07分我们发送了这个第一手的看盘资讯之外呢 在9点20分左右 我还会整理一个更详细的多空关键 给会员朋友来做参考 我们就来看到今天的开盘强势掃描 首先第一个 周五长红棒的1分之1的位置是落在多少 14898 这是短线的技术面下挡的支撑 各位在这个地方 老师告诉大家 如果前一天是出现长红或长黑 那么短线如果要修正 通常都是长红棒或长黑棒的1分之1 这个在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礼拜五的1分之1的位置就是在14898 那么第二个 早盘期限或跌幅相近 多空力道僵持 行情容易陷入震荡 第三个 非农就业数据远优于预期 那么市场反而会担忧 联准会会激进的升息 第四个 共军延长军演不确定因素笼罩 使得买盘缩手不利盘势 我们看一下结论的部分 今天多空力道相近 短线容易陷入震荡 不确定因素笼罩 买盘缩手使得盘势震荡偏弱 但下方呢 具有技术面的支撑 要留意转折 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在今天早上9点20分左右 你就能够收到我替会员所准备的这个 开盘强势扫描 我相信你就能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掌握今天盘面上所有的多空重点 包含了技术面 包含了筹码面 包含全球股市的涨跌 通通都在里面 不用像过去一样 有多单的人只看利多 只看多头老师的节目 每天都告诉你是买点 天天都是起涨点 就像今天刚刚啊 老师所讲的 明明今天行情是往下跌 但是呢 90%的股票老师 都是拼命在喊多 也许接下来真的会往上 但是呢今天的行情到底该怎么办 你千万不要用股票的逻辑 跟股票的方法把它套在期货上 这样子呢 一定会遭受到非常大的这个打击 因为呢股票跟期货 两个商品的特性是完全不一样 在这个地方 老师真的要劝大家 如果你真的想要期货做得好 想要找到一个真的厉害的老师啊 你要找一个专职的期货分析师 你不一定要找我 但是我必须要跟你讲 期货跟股票 两个商品特性是完全不一样 千万不要把做股票的方法 套用在期货上会非常的危险 那么呢也不要用你手上有空单 就去放大一些利空的消息 如果过去你都是找寻 自己想要看的资讯 基本上只是在找安慰 对操作并没有真正的帮助 如果你想要当一个专业的操盘手 我建议你跟我一样 每天同时吸收多空两边不同的资讯 这样子你才能做出最准确 而且最客观的判断 从现在开始 不用自己花时间整理资料 你只要动动你的手指 打开你的LINE 加入我的ID 我的ID是小老鼠SS168 小老鼠SS168 只要加入我的LINE 就算你现在还不是我的会员 只要留下你的联络电话 或是打电话进来 助理会来帮你做设定 接下来早上就能跟会员 同步收到我的开盘强势扫描 我相信不管你是想做多 想放空 想往哪个方向 只要能够了解到今天整个盘式结构 自然就能够趋吉避凶 更快速更安全抵达 你所想要的目的地 那么也可以扫描上面的QR后 直接订阅我的影音频道 只要有最新的解盘影片 最新的教学影片 都能够得到第一手的推播 我们再来看到今天的重点新闻 高盛说 美股反弹恐是昙花一现 涨得越高 跌得越快 各位投资朋友 刚刚有讲到 这个礼拜五的时候 美国劳工部 公布了美国7月份 非农就业人数 高达了52万8千人 比原本预期市场 预期大概只有25万人 多出了整整一倍还不止 而且整个失业率也来到了3.5% 这是什么概念 这是从西元1969年到现在为止 差不多50年时间 这50年来 美国就业市场最火热的状况 那么按照过去的历史经验 美国经济如果出现衰退 基本上事实上 这个整个失业率 不会出现这么好的这个情况 所以很多人都认为 现在不是美国经济衰退的情况 可是事实上呢 各位要知道 整个行情啊 现在短线上出现反弹 可是呢 我们都晓得啊 过去我们常常讲 消息面的多空啊 不是本身 而是你必须放到市场来做验证 以这样子一个非常好的就业数据 但是美国股市 却反而是反映什么 就是呢 就业数据这么好 大家反而开始担心啊 联准会会用非常激进的手段来升息 所以呢 从市场上的反应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出现利多不涨的状况 甚至呢 我们都晓得股神巴菲特 他的公司叫什么 叫波克夏 波克夏呢 各位在第一季的时候 他所实施库藏股 大概是实施多少 32亿 那么第二季呢 他实施库藏股剩多少 剩下10亿左右 这是什么概念 各位要知道 在今年以前 波克夏每一季啊 连续5季实施库藏股 都超过60亿美元以上 如果这个行情真的要往上大幅度的反弹 很多人都说 美国股市牛已经出现了 但是呢 既然牛出现了 但是为什么 这个股神啊 他的公司波克夏 反而实施库藏股的金额是越来越少 是不是表示他并没有非常看好 接下来美国股市的表现 现在市场上啊 我们都晓得 美国有相当多的这个投资银行 现在只剩下摩根大通啊 大家都称他叫做死多头 那除了摩根大通看多之外 其实包含高盛 包含美国银行 包含什么摩根史丹利 其实其他的投资银行 对美国股市接下来的表现 都抱持了一个非常谨慎的态度 我们就来看到 可以看到道琼指数呢 在上一次的高点啊 这个转折的地方 他还是没有办法顺利的往上突破 不过呢 我们必须要讲 这个月线啊 是一个非常坚强的技术面支撑 月线还是蜿蜒的向上 没有跌破月线之前 他都是属于一个多头格局 只不过呢 迟迟不能够向上来做个挺进 那么另外我们再看到 NASA他还是 还非常完整的一个盘间的走势 甚至呢 他整个往上走的形态啊 有加速的情况 所以美国股市技术面 还是一个震荡偏多的格局 那么另外我们再来看到 我们本身加权指数的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 量人在今天啊 出现大幅度的一个萎缩 没有办法延续上个礼拜五的这一根啊 穿云舰 上个礼拜五我们下的标题就是 一根穿云舰千军万马来相见 表示呢 一根带量长虹之后 如果能够价涨量增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标标准准的起涨点 但是呢就是错在 中共军演再度延长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 今天开梯量能萎缩 从价量关系上来看 它并没有出现转弱的趋势 只不过没有想象中啊 能够趁胜追击 但是呢从期货的角度上来看 我们就要特别的小心了 为什么 你可以看到 这个这三天来的未平常量 从72666 上礼拜五啊 这一根长虹棒 一口气来到77132 我们讲过 台指的未平常量 它不代表多空方向 代表是市场上的 期货筹码的动能 那么上礼拜五看起来是蓄势待发 那么今天啊 这一根盘整 未平常量可以看到 一口气掉到只剩下 71,000多口 表示呢 好不容易家族马力要向前冲啊 今天可以看到 大家纷纷再度退场 而呢 这个时候各位上面这个15,100 看起来就相对的这个遥远了 所以呢 从未平常常的表现上来看 我认为短线还是属于一个 震荡整理的格局 尤其是呢 多头有恃无恐 认为国安基金在 什么都不用怕 但是呢 今天的行情没有跌 它就没办法涨 一定有上下震荡 才有办法往上挺进 如果都是用这种霞幅啊 量缩的格局 恐怕行情要大幅度的突破 我认为这个难度相对是比较高的 但是呢 不管接下来行情市长市敌 看多看空 我讲过 你只要手上有工具 每天进场都充满了机会 就像如果运用我们的光速指标 预估开盘价 我们来看一下最近10天的一个表现 像今天8月8号 各位看到 预估开盘价跟实际开盘价做比较 而且是在早上开盘之前就已经公布了 那么开盘的时候用这个方式进场跟着做空 这段下来49点 这段下来有多少 49点 那我们再看8月5号呢 8月5号一样预估开盘价8点45分 跟着预估开盘价跟着主力做多 这边进场之后一口单有240点价差的空间 再往前面看 8月4号各位 8月4号各位你不要 你看哦 这个都是开盘之前不是老师事后诸葛亮 这是当天早上会员所收到的简讯 一样开盘做空 开盘做空之后 往下各位 这一口单有225点 你回想一下 在这样的行情里面 如果你能够让时光倒流 每天一开盘就站在正确的方向 接下来只有赚多赚少的问题哦 我们再往前面看 8月3号呢 8月3号这一天打到停损 我们一样开盘做空 但是我们停损是多少 35点 所以当天最大的损失就是35点 我们再往前面看 8月2号开盘的时候 8点45分 14767做空 一样这边有178点的空间 来再看 8月1号 各位8月1号开盘做空啊 所有的资料都是当天可以来做印证 投资朋友可以看老师的FB 都是千真万确 开盘做空这边下来117点 再往前面看 7月29号 各位7月29号开盘当天也是震荡的行情 开盘做多 一样这一段有54点 我们再往前面看 7月28号 也是开盘做空 各位开盘做空下来 这一段是136点 来7月27号 7月27号当天也是打到停损35点 你可以看到 停损都是固定的哦 最多就是35点 那么7月26号你可以看到 这边下来开盘做空8点45分 市价做空 714755下来是105点 所以各位你可以看到 最近这10天以来 如果让时光倒流 有8天你能够一开盘 就站在胜利的起跑点 你还担心你赚不到钱吗 所以呢我常在讲 机会就像空气一样 无所不在 金融市场遍地是黄金 有工具有方法 你就能够无往不利 如果你还是靠感觉平运气 很容易处处碰壁 最后呢祝大家天天做期货 天天有收获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